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小 因为过一趟玩 随便闯进别人的地图 这下好了 猪生就被压在五指上下 也不知道唐生师傅还有多久才到五指上来救我出去 可恶 都已经过去五百年了 唐生怎么还没来 难道他走出路了 诶 有活人耶 不管了 先装可怜吧 救命啊 哪个人放我出去吧 咦 怎么有一座五指山 记得五百年前有只小猴子被我派遣的如来佛祖镇压在这里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那小猴好像还在 小猴子小猴子小猴子怎么是姐姐 唐生快放我出去吧 怎么是小老弟啊 难道小老弟是唐生 先不管这个了 小老弟你快放我出去吧 姐姐已经被关了五百年了 再快下去就要发霉了 姐你什么时候学会发霉了 快来表演一下新技能 我还没看过你发霉了 小伙伴也想看 臭小弟你快放姐姐出去 不然等姐姐出去就砰撞你一顿 不放不放 呜呜呜 就是不放你出来 姐姐你再来个五百年吧 五百年后我会来看你的 姐姐再见 其实我的身份是玉地 而姐姐是被我派遣的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的 所以我怎么会放姐姐出来呢 等下回去就叫如来不要放唐生救姐姐 回去了 可恶的小弟竟然不放我出去 还好这五百年我小某人也不是摆过的 后面这条通向五指山外的密道就是我五百多年的心血了 穿过密道就可以逃出五指山 不过走之前先把武器带上金库棒救命好毛 金斗云火眼金睛带走带走 追了还有七十二遍 现在就逃出去 我小某人终于逃出来了 出来第一件事当然是要找小老弟报仇啦 不过小老弟跑哪了 找到他就让他惨他金库棒的厉害 找到小老弟了 臭小老弟别跑 诶小老弟怎么飞向天庭了 难道小弟是天庭的人 就算你是天庭的人 我小某人也要捉你一顿彩行 先变小偷偷跟着小老弟 好像听到姐姐叫我别跑 但是姐姐现在还被镇压在五指山下 看来是幻听 七十二变态 好用了小弟现在还没发现我跟在他身后 小弟又要跑哪里去 继续跟着 诶小弟怎么坐上玉帝的位置 可恶小弟原来就是派遣如来佛镇压我的玉帝 难怪他不肯放我出去 现在趁他还没发现我小某人先胖 揍我一顿 谁谁谁谁在打我 难道有吃客 天明天要救命啊 有吃客要自杀玉帝 可恶的小老弟还想找救兵 吃我小某人一棒 搞定收工快溜快溜 也不用留在这一等下 但好吧 我看到了 很久不睪 哈哈哈 我们买了